大家好,我是時光寶合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希望你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講完這個Deepsea Special,我們就回到富藝師Philips 在11月5號和7號這兩天的拍賣會 剛才也說過,它有幾個Star item,Deepsea Special只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Star item,就是它有一組全部四隻Philip Defoy的代表Pocket Watch和碗錶 是上拍的,很多收藏的朋友或者喜歡碗錶的朋友 對Philip Defoy都不會陌生的了,因為他是現今仍然生存的其中一個 最被推送送碗錶的製造大師 自從George Daniels 過世之後,他可能是最頂尖的位置 Philip Defoy一直都是擅長做一些,要麼就非常非常複雜 要麼就非常非常簡單,但又很有技術意義的碗錶 今次這組四隻碗錶是一個收藏家拿出來拍賣 四隻碗錶都很有特色 第一隻就是一隻Grand and Patersonary 大小致命的一隻Pocket Watch Philip Defoy以前曾經是幫愛比 Adomus Piguet做過這些大小致命的碗錶 後來Philip Defoy決定自己出來創立自己的品牌的時候 他做了第一隻的代表就是這一隻 這隻叫做No.1,也是一個unique piece 可以看到這個代表是非常漂亮的,是一個黃金的錶殼 還有是有一個白色法郎的錶盤 Gran and Patersonary 在複雜的瑞士製標的領域裡面 可以算是最最頂級的,沒有之一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三文其實已經是非常複雜 但是三文就是你要on demand 你要按它,它才會報時報刻報分給你知道 但是大小致命就是你可以set了它自動去報 小致命就每個鐘頭報一次 大致命就每一刻鐘報一次 當然鐘頭也會報 所以它的複雜程度是非常之高的 這隻碗錶的歷史價值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它的股價就是 距今的43萬6千到87萬2千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之保守的一個估計 第二隻Orpha出來的就是大小致命的碗錶 這隻也是No.1的編號 大家都知道了 放在懷錶一個比較大的case裡面 這個大小致命的機芯已經是非常之難做了 要放在一個碗錶裡面 那個錶殼是更加細,所以難度是更加高的 這隻碗錶當時是總共做了8隻那麼多 據聞第一隻是有特別的意義 我們看看記錶 剛剛在今年8月份 3號碗錶 是拍賣了一個763萬美金的 非常之優異的成績 折合港幣大概是5950萬 這是一個非常之高的價錢 今次這個No.1的碗錶 大家就拭目以待看看它的結果是怎樣 第三隻就叫做Duality No.8 Duality就是一隻完全是不同的另外一種碗錶 它是Ruptifoy自己設計的一個 Single Gear Train 單一的子輪草 但是有兩個平衡擺輪的 有兩個平衡擺輪的 中間就放了一個差速器 去連結它們 所以這個也在技術層面上 是非常之有突破性的 股價是美金的 87萬至174萬 最後一隻就是Simplicity 很多收藏界的朋友 可能都非常非常熟悉的 因為近年大家都去追捧 用Philip Defoy的碗錶 Simplicity 就是入門版 因為它是一隻小三針的碗錶 非常之簡單的一個機身 不過它的打磨 可以說是瑞士的傳統制標高危的最頂級的一個結晶 另外一樣東西值得一提的 Philip Defoy 全部的碗錶都是手造的 它不是用CNC機器號的測試 而是用手去組 所以那個難度和那個 那個矜貴的程度 就更加高了 最後一個 就是F.Pichon的Source Scription 一個組合五隻碗錶 F.Pichon 又是另外一個 近年非常受追捧的一個 代表大師 它最擅長的就是 將瑞士傳統的 代表技術 用它自己 新的思維 新的創意 重新去演繹 它從前 當它開始的時候 也是幫人修復一些舊的碗錶 或者是做一些訂造的碗錶 在大概2000年前後 它開始就想 成立自己的品牌 它當時 因為可能資源比較緊絕 就想了一個眾籌的方法 那它怎樣眾籌呢 它有一個 陀菲倫的碗錶 是它做學徒的時候的一個 踏作來的 它的陀菲倫的設計 也是非常之特別 它這個陀菲倫的碗錶 它當時就定了是做20隻 給它一些 存在的客戶去買的 去訂閱 所以為什麼叫做 Source Scription 就是由它最原始的客戶 到了2000年的時候 第二年 它推出一個非常之出名的 Resonance 共振的一個機芯 共振就不是 是由FPShawn發明的 但是FPShawn是第一個制標大師 是把共振這個機芯 放在碗錶上面 共振的意思就是它有兩組 balance 亦都有兩組的琴重 令它們大家協調 增加碗錶的精準度 這個碗錶從技術層面上 可以說是FPShawn的一個代表作 同樣也是20隻碗錶 亦都是安排給之前 買了它 頭20隻 托菲倫的碗錶 去認購的 它後來設計的 Octo 系列 分別有 八日鏈的碗錶 有日曆的碗錶 亦都是有 計時碼錶 這些全部頭20隻 都留給它 原先幫它買 20隻托菲倫的 一些客戶去認購 這次拿出來拍賣 這個 是No.1 全部五隻 都是No.1 所以可以看到 歷史的意義 以及收藏的價值 都是挺高的 這五隻碗錶 是會以多別的 Individual Lock 去上拍 不是整套買的 所以大家可以按 自己喜歡的碗錶 去盡頭 好了 今星期 拍賣的資訊 就到這裡 下一集 我們會講另外一個 非常之重要 接下來11月的 拍賣會 是兩年一度的 Only Watch 今星期的一周標示 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